什么事都跟他妈说吗 对 还就是典型的妈宝啦 其实这些小事我都能忍 什么事忍不了了 就是有一次我生病了嘛 转胺煤 两千多 哦 太高了 对 因为正常是零到四十 医院本来不是很那个嘛 然后让我转医院 我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医生说我有点严重 然后还有我晚点再说吧 再看不看你吧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医院 我去了医院医生就让我爸你入院呢 那肯定 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第二天我妈来了 因为晚上我也给她打电话 她没接电话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妈就来了 我亲我妈在医院门口哭 在那个病房门口哭 就觉得无依无靠是那意思吗 谈了个假恋爱是这意思吗 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不在 是吧 对不起 吓我一跳 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游泰四个男朋友 根本游泰四个男朋友 我就没有睡觉 我在医院住了十五天 她等我两次 就中午来的 还提着盒饭来的 这是为啥 因为我们的市场开头期嘛 各方面的数据统计啊 后续的一个工作更新 我确实那段时间没走开 这件事在女生的心里面 可能阴影会比较大一些 是吧 觉得无依无靠是吧 想象当中 我谈一男朋友 在我最关键的时候 至少我认为最关键的时候 她应该在我的身边 是这意思吗 对 结果她没来 最后还是我妈来守了 我师姐听 控制下来了 指标都好了 现在好了 但是病根没有回复 但是 完了之后你 也不能说 我们要在一起 就应该买一个房子吧 等等等等 先别房子 这事还没问清楚呢 我想知道 你知道她现在 到底得了什么病吗 我知道 这个你可以接受 是吧 对 对未来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吗 当时有没有好的时候 就不能怀晓她 现在没事了是吧 不能反复 听明白了 你这都不关心 不关注啊 就回来之后 有时间 我现在也跟她包个汤 没有 这跟包汤没关系 会不关心这个 改善一下 她现在的这个状态 你家里人知道 她这个状态吗 我父母也了解 这个是真的了解 还是只是表面上了解 我跟他们说过 你怎么说的 我说 他在医院住院 也没啥大问题 他住院的时候 你父母去看过吗 我父母在工地上包工 他们时间也 不是很方便 你父母 知道你有这么个女朋友吗 知道 他当时生病的时候 你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还是说已经见过父母了 准备娶她 我们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之前已经见过父母了 也就是说 在你父母那儿 这是你的未婚妻 有这么个意思吧 对 所以他生病15天 你父母也没有去任何看 没去 OK 好 咱接着说 说房子 就因为这个事情 让我很含心的 我就觉得他 大大里头各自飞了 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提出 我说要么就 结婚买房 要么就分手 他让我去跟他妈商量 那我就去找他妈了 他母亲这样说 他说买房可以 但是他说他们出一半 让我出一半 这个我认 但是他母亲说 我们要先扯证 扯证然后 房产证上面 要加上他父母的名字 跟我的名字 这点我想不通 为什么呀 我过日子是跟你过 不是跟你父母过呀 那个房子前 不是他父母出的 不是他出的吗 但是我也出一半 过日子是跟他过呀 房产证无所谓呀 你不跟房子过 这一点我不能介绍 生病之前 有结婚的打算吗 生病之前 我给他提过 他说现在创业初期 那个时候 我母亲也没有这么吹我 但我生了病之后 因为我现在三十了嘛 我母亲也会吹 然后我自己 也会想到很多了 也就是说 其实这次生病 对你的这个 心理的改变非常大 对吧 是的 可能过去没生病之前 觉得我们这么谈着 挺幸福就挺好 对 但生病之后 你可能说 我需要一个保障 我需要一个家 是不是这么想 是的 是的 能理解吗 能理解 但是你说 你去和我的父母沟通 他特别 就是有那种 生活上的洁癖嘛 然后他去我父母家里面的时候 自己背了一副网筷 就让我父母感觉很不舒服 你知道 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说他来了 我的爸妈来我家里面 住了一晚上 把你的毛巾用了一下 结果第二天 你把毛巾给换了 我知道我是 因为很多人也会说 我是过于洁癖了 或者是什么 但是这些东西 我都给他说了 我可以慢慢改 但是我养成了 三十年的生活习惯 你不可能 你一下就要我改吧 这个是在逼我呢 你逼我到墙角了 你不可能一直 让我推让吧 我其实特别好奇的 就是为什么这件事 是女方跟男方的父母谈 而不是男方 自己跟父母谈 因为我给他说 我说要么我们就分手 要么就结婚买发 对 他说他没钱 让我去找他父母 你就去了 我就去了 这就是男方的父母 就一定要查看 他说不要 吃不住 我深厉害 就要多看 这就是男方的父母 以为女方的父母 就像他有个英词 我这么说 要不过 这就是男方的父母 然后我 他就是女方 像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非常不好 谁没忙过 谁没家里出点事情呢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你的女朋友确实会感觉到心痛 她甚至会伤心 我们再说你 你总认为你的未来的婆婆在刁难你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对他们的伤害 你到南方家里去看她父母既然带着碗筷 人可以有卫生要求有生活习惯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状态当中 你带着碗筷到他们家里去吃饭 难道不是对老人的一种伤害吗 即使他父母真没刁难你 老人愿意拿出钱给你买房 你要知道这个钱是老人的财产 不是老人的遗产 你要安全感老人也要安全感啊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这么急于买房是为了结婚吧 老人虽然写上了名字 但毕竟给你们买了婚房 让你们能够如愿的结婚啦 所以你在这一个问题上 我认为是你不成熟 你对老人可能也有成见 那这种成见是因为你当初的这样的 一个不经意的举动伤害了老人 那么以后你就用自己行为去化解 这样的一些矛盾 我想这个是能做到的 真的要结婚 我们真的不要在房本上有几个名字 去耿耿于怀好吗 好 谢谢保皇兄 我想这个好答案 我之前想多多有狠一个 是不是 不笑话 当然今天是介绍一下 我给我这的样子 怎么办 你问题怎么样 你不会这样贴体 如果事个案子 那么那没想ось 可以就 Cerca 我这么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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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